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我总说咱皇上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信息减方 其中中国统计局的贡献绝对是最大的 比如最近中国统计局就发布了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人平均每天花在有心劳动上的时间不到三个半小时 相较于2018年的上一次调研 中国人的工作时间竟然更短了 但是睡眠时间更多了 娱乐时间也更多了 连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增加了 看到这个调研结果 我估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都要骂娘了对吧 统计局的这份调研等于是在告诉咱们皇上 人况还有可压榨的潜力 那大家说就咱皇上那个小脑瓜 看完这份报告 是不是这辈子也不会搞民生事业去了 他估计会想 这个献中那个献中的 那绝对就是个案 中国人就是太闲了 上网时间太多 所以被境外势力给洗脑了 这不咱皇上最近去了趟巴西 又果断撒币了对吧 而且皇上还觉得 美国这60%的关税 中国老百姓咬咬牙就给吃下来了对吧 我猜他可能真的是被统计局这帮人给误导的 类似这种错误的叙事 国内还有很多 比如最近我就收到很多国内观众发来的严厉批评 说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明明就是我们中国赢了 怎么你就不提呀 我们能赢第一次就能赢第二次 中国贸易战什么时候赢的 粉红要不要睁眼看看现在美国是个什么状态 而中国已经成什么德行了 还赢了 你们这是一小时22分拿下基辅 少一股一战分神的引法是吧 这种明显就是被国内那套错误叙事给洗脑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纠正一下 我最近观察到的几个来自国内的错误叙事 咱先说说统计局这份调研 按统计局自己的说法 他们是联系了超过10万个人 要求这些人每隔15分钟就记录一次自己在平日和周末的活动 结果发现中国人平均每天只工作不到三个半小时 比2018年上一次调研的时候 工作时间竟然还减少了 但是这个样本其实有问题 因为比如未成年小朋友 退休人员都在这个样本里 这些人一周的工作时间那可是零啊 所以如果这些人在样本里占比太高 那么就是会把大家的工作时长给拉下来的 跟上一次调研相比 变化最大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是大家的平均上网时间 这次调研结果显示 中国人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5小时37分 比2018年多了接近三个小时 这似乎是在暗示给皇上 现在中国人躺平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每天花这么多时间上网 工作时间当然就更短了 我猜这上网证啊 限制未成年人打游戏啊 这些个政策都是咱皇上看了这种报告 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吧 统计局真的很可恶啊 他们其实是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很困难的 老百姓实际上都是上班996的 是真压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 但是他们为了替主上分忧 让皇上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继续压榨老百姓 然后去国际上大撒币和美国对抗去欧洲开场 所以他们昧着良心给皇上编出了一个老百姓实在太闲的调查报告 着实是其心可诛啊 皇上出国撒币 花钱没数 咱们老百姓可不能这么干 出差出国旅游 网路漫游费一定要算计好 咱不像皇上一样有韭菜长割 如果没有准备 怕是要被服务商的高额漫游费割韭菜了 这时C类ECM就能为您解决出国是手机流量昂贵的痛点 首先您不用费时费力的去购买和安装实体SIM卡 小小的一片容易丢不说 毕竟现在苹果这边ECM都好几代了 手机早就装不了实体卡了 其次使用机场酒店咖啡厅等公共WiFi的话 安全就是个大问题 C类是一款全新的ECM服务应用程式 由Softshock VPN所属同集团公司推出 一样为您的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况且出门在外不可能一直待在有WiFi的地方 手机还是得有一个安全又方便的网络 C类可以在180个国家使用 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C类数据方案 使用优惠码小写的CUI翠 即向85折独家优惠 下载C类应用程式或前往c类.com-CUI 咱们不要像皇上一样出国就撒币 要用C类一SIM为您的旅行省钱 好 回到我们的内容 接下来咱们就要来驳斥几个来自国内的错误叙事了 第一个错误叙事就是第一次中美贸易战 中国赢了 中美第一次贸易战是从川普执政时期的2018年开始 但是拜登上台后 实际上是继承了川普的对华贸易限制 所以准确的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大家已经打了六年了 其次咱们还要知道中美两国之间谁对贸易的依赖度更高呢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吧 中国嘛 出口贸易是中国最主要的赚取外汇的渠道 并且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而美国是传统的贸易密插国 消费主导经济 所以如果打贸易战 中国的压力显然更大 第三咱们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就是这六年下来我们看到如日中天的华为在美国的遏制下出口业务几乎消亡殆尽 现在只能在国内割爱国韭菜赚钱 但似乎咱们没有发现哪家美国著名的进口商因为失去了中国的货源而倒闭吧 美国人不买华为手机还有苹果和三星可以买 根本没啥影响 华为的海外市场份额实际上就是被三星给吞了 所以请问这是谁的损失呢 第四 很多爱国人士都爱拿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来吹嘘 说被美国制裁又如何 咱们出口还不是一直在涨 但是这个增长的水分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如果你去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 那么2018年的时候是28.9% 6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是30% 6年就涨了1% 而2018年以前平均每年涨超1% 所以中国制造业确实是在2018年以后就开始停滞了 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有些产业我们转移到东南亚去了 那这里就更有意思了 既然中国不在乎美国的贸易战 为什么要把工厂开到东南亚来避开贸易制裁呢 为什么不干脆就让美国人买不到中国货呢 而且工厂外迁带来的一大危害 就是国内失业率大增消费低迷 国内经济现在有多糟糕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如果你觉得是稳中向好 那么请把工资单发出来看看吧 再说说美国这边和中国打贸易战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危害其实就一个 那就是通胀 买不到中国的廉价商品确实可能抬高通胀 很多国内的朋友把美国过去几年的高通胀 归咎于买不到中国的便宜货 这个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商务部曾经想要取消川普加给中国的关税 但是最后拜登仍然选择继续对华贸易制裁 为什么 因为数据显示川普给中国加的那点关税 对美国CPI的影响不到一个百分点 美国过去几年高通胀的原因还是因为突发疫情 当时政府为了救济民生大发国债 并且供应链也因为疫情而中断了 通胀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 关税的影响微不足道的 所以中美贸易战你说中国赢了 到底赢在哪呢 是赢在线中更高发了 还是赢在失业率更高了 过去这六年 国内的朋友可以晒晒自己的收入变化 有几个是加薪了的 说到收入 还有一个错误叙事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 那就是把资产等同于收入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一个大城市的家庭 一对夫妻每个月工资收入2万 房子价值500万 每月还贷1万 这时候在很多人的叙事里 这就是有钱家庭 因为这个家庭的资产 一套房子就值500万了 但是如果要衡量这个家庭的消费能力 那么其实每月工资除去房贷 只有一万 每个月只有一万块的消费能力 养一个小家庭 这在大城市 消费能力其实并不强的 所以你不能把一个拥有500万住房的家庭 等同于一个拥有500万消费能力的家庭 在现在中国房价普遍下跌的时代 这样的家庭肯定是消费降级的一员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预期变了 比如10年前 你200万就买了一套大城市的房子 这个房价每天都在涨 第二年这房子就值300万了 这时候你虽然每个月还是只赚1万块 但是你会愿意把这1万块都花掉 因为你的房子每天都在涨价 你有消费升级的底气 底气就来自于你的资产增值 但是现在你500万的房子 明年你觉得大概只值400万了 而你的工资已经好几年没涨了 而且公司可能还会裁员 这时候每个月1万的房贷 就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山大了 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会走向消费降级 第三个错误叙事是什么呢 是有些人认为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说 就算没了出口订单也不会倒闭 因为还可以做内销 但实际上真实情况是 能做外贸的企业 它根本就不想做内销 虽然这些年老外也被中国人养出了很多坏毛病 但是和国内的贸易环境来比 那外贸还是好做太多了 你在国内做生意 一周七天可能每晚都要去请客吃饭拉订单 跟老外做生意 它最多一年来个一两趟 吃拿卡药也就一两次 第二国内那叫一个卷 你的东西品质好是没用的 市场就喜欢低价便宜货 现在商机都是下沉市场 消费降级了嘛 但老外看重品质 外销你是可以用品质获胜的 有一说一 中国生产的东西 那就是比东南亚那几个国家的品质更好 这个我们在海外消费都有感受的 第三你在国内做生意很有可能受不到货款 被三脚债拖死 但是你跟老外做生意 货款问题就不存在 最后就是利润 别看中国出口的商品放到海外去卖 出口价只有人家零售价的10% 但是比起内销 外贸的利润已经算高的了 最重要的是外贸的隐性成本特别低 各种人际关系打点消耗 如果你做内贸 这些都是没底的大家生活在中国肯定懂 所以对很多外贸公司来说 转内销是没有活路的 如果丢了海外订单 那我估计大多数还是选择直接关门 所以你说贸易战对中国影响大不大 咱别整天统治者视角 拿那些海关的出口数据来说话 咱老百姓就用老百姓的视角说话 你所在的企业是不是经营不下去了 你的工资是不是缩水了 你明天是不是有可能会失业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 如果你整天统治者视角 那么中国人饿死几千万的时候 也不耽误毛泽东吃红烧肉啊 他还能抱怨日子不好过了吗 所以啊 醒一醒啊 另外我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国内的朋友 其实内贸和外贸的区别 也可以应用在你找工作上 如果你不是什么三代金融人 三代烟草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那么我会劝你尽量去找外企的工作 因为外企人家真的会认劳动法 工作环境相对轻松 没有996 如果有加班也会给你加班费 领导也没那么大架子 整天对着你破口大骂 外企的文化会让你感觉更舒服 活得更像个人 就算人家最后撤出中国了 遣散费也是会给到位的 所以国内微博上那些 整天利用民主主义情绪 批斗人家外企的大V 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在祸害中国人 他们把外企都赶走了 最后只会害得大家 必须去内资被压榨 这两年中国的外企 已经撤退了很多了 其实真的非常可悲啊 外企真的可以说是中国打工人 最后的能体面活着的好去处了 谁把外资赶出的中国 谁就是在祸害中国打工人 绝对的坏痞子 如果你是个小地方的年轻人 又没有高学历 我肯定就劝你啊 不如去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找份工作 福利待遇都还是相对不错的 我估计现在也就特斯拉 还能找到就业的机会 绝对可以去试试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C里对本频道的赞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